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我是散户的守护者丰盛老师 很高兴能够在盘后时间 跟全国的投资大众讲解 操作台湾股票 你唯有具备专业 才能在这个时局点去赚到钱 各位专业的时代 唯有拿专业来赚钱 别无二法 没有第二种方法 各位专业的时代 拿专业来赚钱 你的专业在哪里 你就能够赚到这些钱 没有专业 那就是一天到晚追高杀低 盘氏的发展 我相信投资朋友在今天 除了印证之外 就是印证 各位 礼拜一的一个台股 我就已经跟你讲 这种叫做一夜之秋 尤其以后你要记得 如果周一台股市大涨的话 代表这个礼拜的行情很不错 还会有高点 如果礼拜一是大跌的话 通常这个礼拜还会有低点 这就像说你新春回来台湾股市 哇 新春开红盘 今年 喝泥当一样 如果新春开红盘变成大跌 那今年的台股就不是很乐观 各位这样你知道了吗 来 礼拜一台湾股市 当时大跌234点 跟当初高通被公平费罚款一样 234億 我今天会特别来讲高通的事 高通说明年要来深入 就是投资台湾 我是觉得我很讨厌这种动作 台湾政府不去扶植245市的联发科 你去扶植一个高通 高通再怎么赚 赚台湾的钱之后 再会回美国 你为什么不把台湾的企业 扶植成国际的大企业呢 各位 联发科之前高点629块 我看几乎已经say goodbye了 各位 未来的情况 我今天会做详解 你不用急 来各位 昨天的台湾股市 我跟你讲什么事 10638不能破嘛 今天联集合场集合 老师要带领你们去买股票 各位这个行情来了 各位对不对 你也许说老师你嘻笑 昨天明明大盘大跌 你在联集合场集合 各位 我应该没错吧 各位 昨天台湾股市大跌 我就是跟你讲 未来是这才是专业啊 那不然什么是专业 蔡老师是科班出身的 我这样操盘20几年来 我认为这才是专业 预测预测预测 你的老师有没有具备预测能力 我们内行人一看就知道 我就是看到业界太多的 都给你事后解盘 每天都来 你说涨停板 涨停板 同事朋友 你会赚到钱 那才有鬼 不用等到7月份 你其他的11个月天天有鬼 因为你的老师每天涨停板 那才有鬼 那赚到钱才有鬼 各位 昨天就跟你讲什么是 上市贵的获利 就是这么棒的成绩单 第二季赚了5785亿 年增20% 你要把台湾股市 当成一档的一个大股票来看 上半年营收这么棒 现阶段技术面修正 散物的符合 这我跟你说过了 包括被动元件 散物符合就是要 不是滚蛋 你本身投机 你就会遇到大盘的冲击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投机你要有投机的本事 你今天没有投机的本事 你over的你的一个承受的能力 那当然人家要修理你 你也不用怪谁 要怪怪你自己 你今天为什么不脚踏实地的投资台股 你未来国具 如果再供过去1310块 你是不是会欧死 我也告诉你 今天国具 跟其力 跟所谓的华兴科谁买的 高档出托的大股东买的啦 还有政府基金买的啦 为什么他们都高档出托啦 你现在再好好的想一下 谁让你在1200跟1300去买国具的 那些才是祸首 为什么人家大股东都在卖 你的老师会带你 你去买被动元件 我也告诉各位 我看得很清楚 全市场唯一没有喊进被动元件的 就只有蔡老师 所以这一波杀下来 同业都很惨 因为他们的会员都来蔡老师这边报道 说老师我要对你做股票 全市场只有你不喊被动元件 所以这一波下沙 你知不知道同业害了多少人 这样你清楚了没 你们都想要听好听话 结果不晓得那是包着唐一的毒药 蔡老师这种验证性的节目 一点都不激情 也不会叫你赶快来加入我的会员 我希望你肯定我嘛 我要的是你对我的尊重 你对我专业能力的肯定 接下来好谈嘛 我不会去怂恿你说股票多好赚 我反而会跟你讲股市套路深 各位对不对 你能够承受这种风险的 你自然能够赚到这种报酬 你都不想承受风险 一天到晚只想要赚这种钱 天底下有这一回事 那就没有人会在大乐天底下在做苦工 在那半天啊 半村啊 你最聪明人家最笨啊 各位啊 所以股市里面根本就不缺啊 投机客 投机客就是要出场 就像我告诉各位 每个人都用融资做股票 融资做股票 那谁要融资做一年啊 我告诉你要不要 套牢的人 只有套牢的人才会用长期的融资去做股票 绝对不会赚钱啊 赚钱一下就跑了嘛 很悲哀对不对 是的 所以说为什么散户的宿命就这么苦 为什么蔡老师要结束十年来 骄傲来泡垫的 拾木基金操盘生活 我要出来帮助你 我就是看不下去啊 散户都这么苦了 同业还一天到晚叫你去追高被动元件 包括一些媒体跟周刊一样 全部都在害你 你现阶段看清楚 谁才是散户的朋友了吧 各位 今天的台湾股市收盘跌几点 32点 来各位 232点 跌32点 今天的一个K线来 是不是大实自信 来我修正来 今天是不是大实自信 来这个 有关系吗 是不是过10638 触及到正侧面 敏感的护盘神经往上拉 这个有没有效 各位红K棒代表今天实体买盘 量如果比昨天跌100多点的量 还要来的真 这叫有效反弹 各位对不对 来 今天的量多少 1391亿 昨天的量多少 来 昨天的量大跌 1355亿 有没有今天的红K棒 比昨天的黑K棒 还要来的大 有吧 有效反弹 明天反弹持续 各位这就是解盘 我跟你讲的都是未来市 我8月1号就已经出来帮助你 我知道你过不了8月15号 为什么 因为台湾股市每一年 就是冲击两个层面 一个半年报 一个就是年报 所有的这一些搞鬼的公司 或者是不务正业的公司 或者有亏损的公司 一直长一直长 半年报现行 年报现行 散户赔了一屁股 融资断头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你今天过了 未来股市慢慢涨起来 对不对 你又会忘了伤痛 然后呢 然后明年再公布 4月份的年报了 是再摔一次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这不像小甜甜的歌啊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各位不是啦 而是你觉醒了没 蔡老师回归已经快九个月了 你觉醒了没 你来跟蔡老师联系了没 各位 昨天民事今天印证 来各位 外资有没有转卖为买 有了 对不对 最好笑的是什么 我跟你讲自营商 对不对 今天还在卖 更加会续谈 不要怪蔡老师开自营商的玩笑 因为我早就跟你讲 自营商的程度啊 参差不齐 你这些拿公司券商的钱啊 政府鼓励大家去做当冲啊 然后散户赔了一屁股 券商赚到散户的钱之后 又让自营商这个败家子败掉 你说券商的一个EPS 能够好到哪里 当然我跟你讲 这是因果嘛 你不好好鼓励人民去做一个 好的产业面的投资 叫人家去做当冲 一天到晚啊 赚就赚一个什么 小米粒 赔就赔一大碗饭 赏户你还不觉醒 我昨天啊 我记得我是礼拜二 我上友台的九点的节目 讲黄金 你记不记得当初黄金存折的时候 是啊 1600块美金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一路跌 讲人民币 人民币升值的时候 1比5的时候 就来做一个TRF 害惨了台湾这些中小业界的一个企业组 赔了786亿 现在还在跟银行打官司 各位有没有 比特币 7月24号 芝加哥齐全交易所推出ETF 比特币中8000美元跌跌跌跌 跌破6000块 你今天还要再相信什么吗 你可能忘了2008年 雷曼兄弟就是搞搞垮全球经济的元凶 防地美 世代危机 那你可能不清楚 雷曼兄弟是联准会的委员 各位 所以谁是全世界最大的魔王 天魔 美国 当然也加上川普爷爷 对不对 川普年内70几岁还活力旺盛 也争亏他 不晓得吃什么中药再进补的 各位对不对 每天啊 哇 对不对 好像那气阵三合一样 真希望他气场衰弱一点 不要再跟全世界为敌了 大家都是地球人嘛 不要等外星人来打地球的时候 你才知道 原来我不应该打中美贸易战 各位 大力光是不是今天的一个反弹主角 我昨天8月15号 是不是就跟你说 好像差不多了 来各位 大力光 大力光 大力光308 大力光 涨了135块 一日填息 还没完哦 我只跟你讲还没完哦 我说5200让他跌下来 各位 我不知道你心不欣赏蔡老师的专业 反正我现在要帮他救起来 那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没办法买大力光 一只股票400多万 你可以买一间小套房 各位 所以别乱扯 说蔡老师害到你的大力光 各位对不对 张忠宝买大力光 我相信 你买大力光 我不相信 各位对不对 那大力光 为什么会涨 苹果股价创新高 各位 苹果股价创新高 210 各位对不对 那今天台湾股市 我们竟然能够这么准确的抓到反弹 我们做什么股票 各位很重要 今天很多老师 一开始莫名其妙带领你去抢劲啊 一些沙尾盘的股票尾盘全部都怎样 牙口无言 牙口是南横的最高点 牙口无言 你去牙口可能忍到你讲不出话叫牙口无言 这蔡老师乱掰的 我只是跟你讲 你的老师到现阶段还在用技术面选股 你要来到产业面的解读才能够确保你的获利 我再跟你强调 我讲这样真的是席卷全市场 你的老师应该多花一些时间 多花一些成本跟金钱 养一些真正深层解读的研究人 去保各公司 跑各产业 然后得出一个真正好的产业面体质的股票 带领学员没有买进 不要一天到晚什么股票再涨 最终技术面我去追高就好 反正我每天都涨停板 这真的是在害死人 各位对不对 产物投资朋友你好的去想一下 蔡老师8月1号 在全市场友台 晚上9点就讲生物辨识 生物辨识时代来临 身体就是密码 我讲的东西就是指纹辨识 也就是非评阵容的一个什么 一个重点 我8月1号就布局 我8月16号要买的股票 各位厉不厉害 蔡老师都在做这些事 我8月1号就跟你讲 8月16 只有台股才会止跌 是不是跌到今天 你明天再涨一根100点 你会更佩服我了 各位 来 我跟你讲未来的一个获利啊 包括全屏幕的一个手机啊 包括超声波的指纹辨识啊 从1美元会变成15美元 这些东西我都放在我的生活圈的主页 8月1号你都可以去翻 蔡老师都公开让你印证 我没有在玩脸书 我公司也没有脸书的账号 我有light at light生活圈 我要帮助的就是全球有操作台湾股票的一个股民 所以今天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联集二厂集合了嘛 今天我带领学生朋友买什么股票 我们早就选好的6462的神盾 第二季 毛利率 我们都选好了 所以今天我们一买就赚 一买就赚 尾盘的神盾收多少来各位 6462来你看一下精不精彩 这个叫做深度产业面解读的操作 你的老师做得到吗 我不清楚 我希望你的老师做得到 因为蔡老师也不要收那么多会员 累啊 各位啊每天啊从早上五点多起床啊 一直忙忙忙忙到晚上的九点十点 蔡老师也怕身体负担不了 各位你知道吗 因为负责责任太多嘛 我把每一个学员都当家人一样看待嘛 我当然要拿最好的给我的家人嘛 拿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know how跟资讯给我的学员嘛 各位你知道吗 六个月大底 大盘破底 他早就底部成立 开始要来做反弹即先锋 就是6462的神盾 我第二阶段回来再跟你讲 为什么神盾的产业面你要留意 因为后面法人会大买 再强调一遍 蔡老师就是操盘者 我的想法就类似啊 伯克夏巴菲特一样 他就是操盘者 他想好之后买苹果 底下的人就去买苹果 你看到我们所有的成绩单都是这样 我们买的股票为什么会涨 因为法人会追 各位 所以蔡老师的丰盛概念股 是历经沉沉的考量之后才跟你推荐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懂股票的老师 来带领你去抓到标股 在大海里面才能够抓到大鱼 抓到活鱼 所以我希望各位与其高空抓飞鸟 不如深海捕活鱼 八月份的专案持续推出 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要跟老师就要跟市场上最强的老师 我等着帮助你 各位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 稍微回到一言新邦 欢迎回到现场 各位不公平的市场 你还要做发财梦吗 各位你想一想 不管你是晚上七点看到一言新邦 还是早上看到一言新邦 你想一想 这么不公平的市场好了 你没有接触到蔡老师 你怎么能够赚到钱 你每天看到的一切 完全都没办法让你真正的安心 然后未来又卖的开心 那怎么办 找专业来当你的靠山吧 专业专业专业 专业这两个字 其实说实在的 有一点虚幅飘渺 像白云一样 每个都说专业 就像律师 一大堆人都考过律师 对不对 证照 然后出庭帮人家辩护 但是赢的只有一方 医生 也很多人考上了医生 的一个执照 结果也有人开诊所 开不好倒掉的 谁说医生一定是门庭落势 有时候也有门可罗雀 也许那医生喜欢养麻雀 那当然不管这一回事 我只希望各位 蔡老师有提供一个平台 让你检视蔡老师的专业 你可以提前来感受一下 蔡老师这样的专业 是不是你要跟随的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我生活圈 已经经营了九个月 人数都暴增 我也希望各位 你还没加入的赶快加入 因为这是免费的 蔡老师不收你钱 你在里面 你可以看到蔡老师 所有的预测 包括节目 包括所有的内容 你可以知道 原来市场上的专业程度 是要到这种类型的才能有办法带领学员朋友赚钱 不是事后解盘 各位知道吗 绝对不是事后解盘 而且是用公司的信誉 商号当服务 不是个人 你看FB多少个人 很多纠纷 蔡老师是公司的负责人 经营了15年的老公司 我希望投资朋友要认同蔡老师 用公司来帮你做服务 各位对不对 未来是每个人都不知道 但是股票价格 明明就是反映未来价值 你一天到晚要拿报纸上去做股票 当人赔大钱 没有明日报 绝对没有明日报 你今天要能够接触未来 尝试的去了解未来 就是了解产业面 也不是技术面 技术面都是让你追高杀低 除非有连续性的形态 技术面都是在跟你射飞标之后 再画一个把 你看我多准 他为什么不先画一个把 然后给你射飞标 蔡老师给你介绍大力光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5200 各位对不对 大力光是不是跌下来 各位 5330块是不是跌下来 我先给你画一个把 我再射飞标 但是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先射飞标 再给你画一个把 你看这支高牌 我用技术指标 MACD或者KD 更不要谈论RSI 更是不堪一击 各位对不对 很好笑吧 是的 是这么好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节目 包括蔡老师的节目 都是强迫性的让你收看 没有一个比较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股票的一个比较节目 这个老师说不对 我也可以说 我觉得我有另外的看法 我可以当面指责那个老师是不对的 但是有这种节目吗 没有 所以投资朋友 你每次看这个节目 尤其看这个老师 你喜欢 你就跟上他 结果你就开始赔大钱 为什么 因为他天天涨停板 股票这么好做 蔡老师操盘 操盘了20年 我还不晓得 有办法天天涨停板 巴菲特是股神 他都没办法天天涨停板 人家买苹果还是一步一步的踏上去 各位不是吗 如果巴菲特看到台湾有这一些 股神级的这一些落后解盘的节目 每天涨停板 他博客下收收的 他来对毁完了 好啊 那你懂了没啊 各位啊 华硕是不是持续在走地 今天节目怎么时间那么快来 我要跟你讲一个重点是什么 联巴科 我要跟你讲的重点是联巴科 蔡老师其他的个股 包括我跟你讲的 你要了解产业面 华硕产业面有问题 哑光有问题 你来快速的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都创新低 华硕 我跟你讲的中壘 2388的中壘 一样创新低 各位 股王6510 股后 金测一样创新低 这一路跌 大盘反弹没有份 未来大盘的反弹 也许他会稍微的涨一下 但是产业面不好 法人会不会买 不会买 那你一直抱着这些股票 你不换股操作 也没有人帮你抬轿 会涨吗 不会涨 反弹很多种 弱势反弹 0.382 中极反弹 0.5 强力反弹 0.618 那万一反弹变回升 正好做年底的行情 8月底 凭概股 各位 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什么 我跟你讲的 包括赤帽 包括台郡 今天是不是都亮眼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我为什么今天要提出2454的联发科 他的营收还不错 但是股价探底 因为高通不给活路走 联发科去年就已经觉醒了 他不走高阶的晶片了 各位他要走中低阶 所以说他重视大陆的一个手机客户 但是大陆的手机客户 又跟这个所谓的高通 拿这个骁龙845的一个晶片 然后高通看到有机可乘 可以给整个联发科致命的一刀 各位 他马上在8月初 推出了4个中低阶的晶片组 要真正让联发科没路走 那高通又跟台湾的公平会 达成协议不乏234亿 换取争取投资在台湾的机会 各位没有用 我是觉得很感慨 不扶植联发科成为国际大企业 去重阳媚外 去跟高通妥协 悲哀 就两个字叫悲哀 就这样 所以投资朋友 你在这么不公平的市场 你有比联发科 更强的靠山吗 更强的国策顾问吗 没有吧 联发科都被这样待遇了 你今天只是小小的股民 你不来找守护者帮你报仇 你在后面会输得更多 各位你知道吗 就像我告诉你的 每个人都想吞掉你的钱 赏户 你不要想发财梦啊 你要有能力 有专业才能做发财梦啊 不然就是像被河马一样 一口咬掉了 很可怜 所以有守护者保护着你 你不用怕 对不对 就像蔡老师跟你讲的 我跟你讲 2618的长龙行 有起来吗 来 来看一下 有起来吗 一样长 来 各位 有起来吗 来 各位 心脯 有起来吗 6121 来 6121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强 来 为什么不会这么强 我讲的东西 法人就是会买 你是我的学员朋友 我们一买 法人帮我们抬价 会不会赚 这就得了 这是市场上最健康的一个什么 一个上升法 我们完全不用说什么 一样多会来炒作 还是说去办说明会 各位通通不用 蔡老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能量 就是我就是操盘者的思维 我讲的方向 你都可以去验证 我买的个股 法人都会大买 这就够了 你今天成为我的学员朋友 你就等着让法人来抬价 我们逢高获利出 而且我是有蛮有卖的老师 所以我跟各位说 丰盛概念股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功夫 养了很多研究员 我们能够做深度产业面解读 就像你看到8月1号 蔡老师在友台 竟然提前布局指纹辨识 这一档个股 我们在今天一出手就赚钱 为什么能够这么的干脆 各位 6462的一个神盾 来各位 为什么能够这么的干脆 6462的神盾 明天过158 为什么收盘价创新高 虚价必过 就等着再赚钱 不然怎么办 不然 有没有赚钱的命 各位没有的话 赶快透过8月专案 蔡老师给你最大的温暖 让我来推你一把 最专业的老师推你这一把 应该让你稳超胜券 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 我们明天一言心帮 我们再会了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但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行线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